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邱师傅 今天跟大家分享炸末豆 这个炸末豆有点不同 因为它是用湿粉来炸的 平时我们是用干粉来炸的 你有看过我炸熟豆吗 对不对 今天的你吃下去那种口感就不一样 它不是那种硬脆的 它是有软脆的 大家可以试一试包你又进行 我们的材料很简单 半支末豆 然后萝萝粉 做两粒蛋黄 好 现在我们先切末豆 这需 它两部分 然后呢 这个啊 你看它生 是半支咯 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切下去 切成一条一条的 哇 你们看这个末豆是有多新鲜 带透明咯 好 放在盘中 然后呢 它的头我们就这样切 ok 好 首先我们就加入这两粒蛋黄 好 也剩到少少少少许的蛋白不用紧了 半茶匙鸡精粉 一茶匙咖喱粉 酒半汤匙 70粉半汤匙 然后我们先把它搅拌均匀 好 末豆倒下去 抓匀它 ok 继续粉 我们先下一汤匙 看到这个浓度啊 再来多一汤匙 啊 就是要这样的浓度啦 粘着的 ok 那这样这个末豆呢 我们的油大概有五成热就可以下锅了 为什么啦 因为我们用这个四醋匙的方式 当我们下这个末豆的时候呢 会有点慢 会耽误到少许的时间 所以啦 我们不要太烧下 太烧下 就会导致到我们开始的已经完成了 最后一段时间就熟 对啊 ok 这里有五成热了 首先我们就放比较大块的下去 ok 慢慢慢慢放 好 一放到完下去 我们就可以开大火了 开大火炸它脆 ok 开大火 我们炸到它这样 金黄色就可以起啦 好 很简单 很快 好 炸末豆完成啦 好 简单又美味的炸末豆完成啦 好 简单又美味的炸末豆完成啦 大家注意的部分呢 就是好像刚才我所说的这样 我们一定要 那个油不可以太少 我们放完下去 我们才开大火 一次过是炸给它金黄色的 那这道菜跟平时的炸末豆啊 炸末豆有什么分别啦 就是这个我们是用四脆酱 好 我们是用四粉的 所以呢 这道菜 我们吃起来会有什么感觉呢 就是它外面包着一层粉 然后我们吃下去呢 里面是嫩嫩的 好 煮细煮细的 有质的 有那个末豆的鲜味的 这个就是它分别 你们一定要试 ok 喜欢这个video的 点一个赞 然后分享出去 教功课 創部人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